这个店多少年了 1924年建建 明年100年 真的百年老地 200年就在这吗 06年到了天津 到了北京 我再跟您说 为什么它叫桂顺宅 这是北京的人大顺宅开的 以前大顺宅在北京 她女儿叫书桂 她后来发展到天津去 她就给起个桂顺宅 其实根还是大顺宅 西花市大街 这里有一个天津开的桂顺宅 这里面是百年老店了 看看这里面都有什么样的点心 比咱们北京的大王村怎么样呢 来 咱们一起来看看啊 北京这满的 我不说它名字了 比不了 没有用小牛的 而且还一个 您看它这个块有大又小 这个它是有尺寸的 咱们都知道京八戒吗 京八戒是什么 现在说什么的都有 什么这么大个 那什么的 瞎说了 京八戒 首先它的来历 是从哪出现的 郑明斋 郑明斋那时候 什么叫八戒 就是八块一斤的酥皮点心 大京八戒有小京八戒 小京八戒是十六块一斤的 这个 那时候是小两成 是十六块一斤 现在是十两块一斤 但是不管它几两 大八戒是八戒 小八戒是十六块一斤 它这木块做的都是酥皮 没有其他烂尼八戒 你看它们这把 人的叫什么 什么南瓜酥 什么大京八 还是什么 那 都弄一块 大狗饼的 什么狗饼 真的 搁一块 不对 不对 这才叫京八戒 所以 它那个大小 二的大小 都不一样 所以 我 经常我上这来买的 上这买的 你看那大的 它那个油的饼 洗的饼 这都是传统的 真的 您看这个模样 这个 够大的 喇嘛糕这 我都自个儿一家做 喇嘛糕 那叫喇嘛糕 黄蛋糕 叫喇嘛糕 它这也是有诗的 喇嘛糕要给上棍子 是吧 你看 你们要什么 那个大陶酥那是陶酥吗 对 我看一眼 我看不见 上面是什么东西 没事 我们拿过来 怎么这么大 那就来小的 小的跟这样吗 不是 小的就是碎和头肉 不是 嗯 样吗 这个是规矩的 这是规矩的 对 大和头酥 小的是后来改良的 为了装点盒子 还有什么有特色呢 蛋糕老曹子糕 我看看 曹子糕啥东西 这是正经的 曹子糕 就是这个 这个过程式 这白的是什么 这是喇叭糕 这个是喇叭糕 对对喇叭糕 这个是羊点馅 这是最老的 西点的算是 是硬的还是软的 硬的 就一舀 上面一层冰糖盖 就是你小时候吃着了 知道了 没有馅 怎么能味 就是这个最好吃的 这个 旁边那是什么呀 月盐似的 对 香蕉条 同意香蕉条 爷爷您来的是天津人 对 你又喊家了 这是天津人 天津人 天津过来的 对 天津哪 河平去的 河平去的 喝洗哪的 得 这个 这个 在天津 就是天津本地人 人家一般的 都上炉台子 炉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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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地的 开始了 看您这什么东西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它什么呀 这是 都是这么小块的 做的精细 这不全 鸡不全 还不全 这才要多少 够全的 要 这要介绍 这都是什么 各取馅的酥皮 有枣鸟 嗯 豆沙 山楂 玫瑰 白果 这状元饼 这小一品桃 绿豆糕 萨奇马 玫瑰糕 葬饼 枣泥的 糖火烧 麻酱多 糖少 老桃酥 香油桃酥 碎荷草酱里头 这个北京叫牛舌饼 和天津它叫一字酥 对 因为我们的牛舌饼是 专门有一种牛舌饼 是拌喇 就跟牛舌一样 上面都是芝麻 那张正宗的牛舌饼 这都不是 这个北京叫牛舌饼 天津叫一字酥 这就是那响尿条 这是金糕饼 里头是纯的金糕 这是麻团 里头是枣牛的 这是米三刀 这是最棍斋 最镇店之宝 芦苑 小名叫曹子糕 曹子糕 曹子糕 这点心汁现在也不多见了 三个钱 五块钱 现在五块钱了 它比香油味真的好 酥酥的 对 但是我给你 它这个甜度不是特别高 但是特别适合现在这个 这儿是 这是过去的这种包装方式 就拿着一剪 真漂亮 这种感觉真好 得嘞 谢谢